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王某 陈某 李家姐妹住在一起 李小姐天天给两个人上课洗脑 洗洗洗 转眼 快到新年了 王某和陈某看到自己 说没赚到钱 我贴去了几千块钱 他们不满意了 找不到上线 俩人就盯上李家姐妹 李小姐的妹妹坐飞机回老家了 陈某和王某觉得机会就到了 4号晚上他们把李小姐打晕 绑起了手脚 往嘴里塞了几片安眠药片 居然把它装进一个大旅行箱里边给拖走了 等李小姐再从箱子里边出来的时候 已经在了昆明某宾馆的房间里边 王某 陈某让李小姐的家人就拿出20万现金 李家人最后讨价还价 说这个没多少钱 就5万吧 定好 行 5万 看到买卖即将成功 这俩人放松警惕 睡觉去了 李小姐悄悄挣脱了捆绑 逃了出来 就报案了 警方赶到现场 把这个陈某 王某给带走了 一群以一个报复为毕生追求的人 聚在一起共同做梦 可以预见这噩梦的几率有多大 传销 坑人和坑己 结婚 周六 看那快乐大本营 里边有几个表演嘉宾 不过五六岁吧 又会唱歌 又会跳 一首绝活 把主持人给绝勾下 说挺金 现在这样的小大人 可真就是不少 大脸 有一个12岁的男孩 叫大明 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婚礼主持人了 记者看到大明主持了一场婚礼 一身唐装 拿卖的就是大明 一身唐装大明的挥洒自如 调度新人入场 交换戒指 喝交杯酒 拜父母 夫妻对拜 一道道婚礼程序 在大明的主持下顺利进行 各种情爱话 喜庆刻 纷纷从大明的嘴里边冒出 什么 想问我爱你有多生 鞠共代表我的信 还有什么 一鞠共 两人恩爱 多子多福 语言完全成人化 大明的妈妈自豪的说 我儿子 打小就是个外向孩子 爱做爱表演 我们就刻意要培养孩子 把明信路上引 大明现在除了主持婚礼 还是一家武馆和一家文化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拍广告 拍电视剧 每个星期都有三四项活 以前干活 没有钱 没报酬 如今一出场 就拿好几千块钱 记者问表演和走学会不会影响大明的学习 大明的母亲说 说孩子现在才六年纪 学习压力还不大 不过即使将来进入中学 学习对大明来说也不是主要任务了 记者说大明说话这么老道 是不是有点显得太熟过头了 大明母亲毫不在意 说童星就应该比童龄人早熟一些 让孩子挣钱 其实我本人不反对 就是隔人家孩子 怎么养上自己的事 但是可别说童星俩字 这个童星啊 那可不是自说就是的 况且即便是童星 武打比过世耀龙 搞笑强了好赵文 你看看这两个 下一节 好先去义务献血 义务人员非要求献两倍不可 美国评选警告语 别把孩子放入习机 得票最高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莫名其妙 英国大宝宇